各位早晨,来到12月22号星期五 欢迎收听今天的ET开市直击 我是Irene红艾尔 今早还有中美政院研究部 真行董事王伟豪Rabby 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晨Rabby 今天大家不知道是不是会做节 冬至港股有没有做节气氛呢 一行指引期升到70点 美股星期四也是回升超过300点 美股会摄取回102关 当然大家都是在看 衷敬美国明年减息 等下都会问Rabby怎样看 美股的升势究竟可否继续 以至港股究竟可否迎来一个比较好些的气氛呢 大家有什么个别股票而难的话 都欢迎WhatsApp留言给我们 电话载96133819 或者我们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下你的名字和上文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美股表现 美国经济数据触发市场对减息预期提前的憧憬 美汇和美债息齐齐下跌 美股就上升 美国第三季的GDP中值按贵升到4.9% 低过市场预期 和之前公布是5.2% 美股星期四开始就随息反弹 高开过8点之后 曾经升超过300点 其后升幅一度献住收窄 梅市有些气喘 美股尾段回升到全日的高位 最多升至336点 道指收市最终升至322点 报37404点 标指升至48点 报4746点 而纳指也做好 升至185点 报14963点 我们先和Rabby谈谈美股 先谈谈美股 先谈谈美股 昨晚公布了一些数据 所以看到有一个做好的 前晚看一刻 美股突然急跌 所以看到昨晚美股公布了 第三季的GDP中值按贵升幅 下收到4.9% 低过预期 第三季的核心PC下调到2% 数据加强了市场对明年提前减息的预期 美股经历了星期三插水 星期四就回涌 当然大家就在提醒了 即是美股现在 究竟是怎样呢 这个情况是怎样呢 好像瑞银分析员就警告了 标指出现潜在下行的风险 近期的行势就是牛市陷阱 明年第一季的市房可能下市4280点 花旗的策略员就认为 美股升势出现了疲态 但仍然是建议投资者 趁回调低级 预料标指明年年底 升到5,100点 因为升市势头 扩散到大型科企外的股份 你自己怎样看 美股强势会不会延续到明年呢 因为这个问题就是 代表着 我们现在 我想也有些人都不少美股的货 究竟是不是要逐步获利 还是反而好像前一天一回调就一个吸纳增持的一个机会 我想大家是看一个很短 还是偏向中善一点 就是说很短的看法来计 例如可能来近几天 特别年底前来说 或者下年年初的时间 说真的 我想美股模拟的势还是强的 就是你看到很明显 这两晚就最明显 前晚突然跌下来 昨晚升上来 其实都修复了 所以好像没有发生过 那个下跌的 而来当然 你说 就是前晚跌 大家都有很多不同的原因来说 例牌当然说是take profit 但是这个问题其实 如果大家那天有留意 几个指数同步地 都是半夜三点钟 松跌开始跌 是到最后那九个字左右才是大跌 那就是照计你take profit 没理由那么同步地 大家那时间一起去做 所以我想 其实实际上那晚有点 如果有留意开 比如期权那边 有一个比较大的put option 就是认沽期权是出来的 做了的 那可能那些因素有点影响 但当然其实没得说 大家是不断找这个原因的 但怎么说也好 昨晚提到收复了 所以整个势来说 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强的 所以你说无疑短线来说 我想美股的看法 要特别这一刻 立即去看淡 有点咬气 我宁愿你不做事 但又不要说 无端因为升得多而咬气 去做淡 做沽那样东西 我想这个势 就没办法暂时扭转了 因为始终 现在市场是比较亢奋的 特别外围 对于亢奋的地方就是 美国下年那个减息的看法 其实为什么这一转性那么急 其实离不开 就是大家对于减息预期 越来越觉得一来早 三月份会减息 二来就觉得越来越减息得多 其实下年最新减息 也减息六次 当然其实各位都提过 这里是有点要留意的 因为市场股减六次 但是储局最新的议息会 也是股减三次 其实是有点差距 所以到底最终 在哪一边放这个就要再看 但怎么说 大家暂时不断找一些 去令自己信服 可以减息六次 或者是看一些原因 比如昨晚又因为GDP 又下收 又认证着美股 经济没那么强 又有条件去减息 所以又夹过 所以我想短线来 不断找这些原因 去令美股 所谓再推高一些 这是一个很短期的看法 的确是会比较强的 但如果你说中线 所以中线当然不是到 夏年年尾 我想太长 其实是难看的 其实我看不到那么远 但是夏年第一季来说 那的确是会有些少许 可能会审慎一些的地方 几同刚才的行说 一点就是 因为一来近期升得很急 而你刚才提到一点就是 因为市场和储局 有一个比较大的差距 一个减三次 一个减六次 其实是一边而已 最终一是市场修正 减少一点 一是储局继续夹 减多一点 所以看看哪一边而已 但如果一旦是 假设储局那边 它继续坚持着 它自己的看法 可能就是减三次 或者可能只移到四次也好 其实你始终都是要市场那边 修正过来 而第一点 就是第一下有机会减 就是三个份 所以可能到时那一刻 减完之后 其实就会有些调整 或者修正 所以我觉得 第一季的看法来说 美股会相对叫做 审慎一点点 又不是说会大跌的 我觉得始终 大不大跌 其实都是扣不扣成 有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取代的 如果下来的时间 你没有其他东西撑得起 又买回 其实我想暂时又不是说 一日子看得非常淡 但是我想去到这些位置 要开始留意着 刚才说的因素 就是有时会 审慎一点点 或者可能警惕一些 这个会是一个 我觉得比较合理 或者理性一点的看法 先因为 一旦有个变化在这里 其实无论股市 或者债市 甚至可能债息等等 全部都要做个调整 就是有个 类似再修正过的情况 所以小美股 这个人太急了 所以我想这些因素 可能以中性来说 都开始审慎一点点 是的 我们的确都要看看 市场是过度冲击 还是怎样 今晚还有一个重磅的数字 就是PCE 可能可以多一点迹象 那我们来看看 昨晚说到焦点美股的表现 就因为看到科技股其实都继续是强的 例如Tesla升到3% Google Meta 和亚马逊 这些升幅都有超过1% 以及晶片股NVIDIA 升到1.8% 英特2升近3% 更加是最强势的导致成份股 美股科技唱好 今季收入前景 股价大升超过8% 我们看看ADR表现 京东 就比港股的收市 升到3.7% 截算报109.25% 百度升到2.3% 美团阿里巴巴和腾讯升幅 都是大约1% 到1.5% 亚里截算报77.44% 至于汇丰控股 ADR截算报62.03% 比本港的收市价升到1.3% 比亚迪升到1.2% 右邦升到0.6% 港交所比本港收市升到0.4% 健康轻微偏远 接着我们看看今早上外围市况 看看导指期货 究竟能否延续强势 导指期货暂时跌 但仍然高水 跌了8点 高水了200多点 看看恒指黑期 待会可以预示港股 究竟今天冬至 能否高开呢 暂时的港股 恒指期货 正是九十几点 又不算很厉害 但现在可以看看 港股开市初段的表现 我们先看看 上日港股的情况 总结一下 恒指 刚刚开了昨天的恒指表现 昨天都抵得着美股的跌势 港股没有跟跌 低开之后 早段曾经跌了169点 低下见过16444点 但跌幅收窄了 下午后转升 恒指升7点 收到16621点 但成交额700亿都没有 只有695亿 科指跌了0.4% 到3710点 ATM各别发展 阿里巴巴美团升1% 腾讯跌0.5% 西股普遍受挨沽 为少利跌超过3%-8% 二动股恒大汽车 爆升4.9% 恒大汽车的股价 由今个月内的低位 累升超过一倍 看看北水盘 北水扭转了前日大量淨流出的势头 昨天转为淨流入24亿4千万 马就资金重新吸纳指数ETF 盈富基金录得6亿8千万的淨流入 南方恒生科技ETF 吸资5亿9千万 美团吸资3亿5千万 至于淨流出方面 腾讯和中海油 分别走资2亿1千万和1亿3千万 小卫走资1亿1千万 我和Rabby谈谈过港股 其实昨天港股先跌后回稳 我刚才也说 其实不太受美股的跟跌 因为其实涨都没有跟跌 大家都知道港股可能最近比较跟A股 所以看到昨天A股单日转向 也可能有一些理好的港股 以及配合旧市 就是说今天开始的内银又再减过定存息 以及看到也录了台行 开始唱好明年的A股 例如椰川、高盛等等 普遍都认为经过两年多的调整 可以迎来一个超跌的机遇 你自己有点看 会不会真的在等政策落地见效 企业盈利 如果回升了 企业测突然比较停工便能让 Ici亍 能再认为港股 如果刚才所说的这些因素 绝对可以 现在不知道 但是如果 items出现了 就真的继续俯瞞 因为很同意 港股 一定是og A股 关职有很多 일단他们不说近期 根本群� Matthew 10, 15 所以今日为什么A股图 唯不定地的产生 但美股突然是ー 不断上的一种不断 scroll 所以其实你粗略,只是简单目测,图都知道两者,譬如A股港股一定是关联路态很多 所以如果你说后市,其实说真的,港股特别是下年,可不可以做好一些,有个强势单多一些 其实很直接A股可不可以好,或者内地因素可不可以有一个,令大家看白,是正面的一个情况 这个是住了一个关键位,因为其实港股,你说真的过去这段时间这么弱 其实离不开,过去担心着一些可能我们的经济,内房的情况等等 虽然你说政策面,其实说真的过去不是没有出的 其实由7月底那个政治局会议,那一刻之后计,港股不是炒过一段时间 其实之后你这几月看到很多政策有出过来的 譬如你那些什么万一基建好,或者不同行业的政策都好,其实不是没有的 但是你说对于这个市场,是不是真的很大的刺激 或者大家现在的信心是否真的很足够呢,也不是 因为以前如果有一些这么强的政策就很难反应 所以这个其实很明显地,各位都说过很多次 就是我想是那个信心的问题 其实说信心的问题,真的很难说 是不是透过出一两招就回来 或者是否大家已经很有再入市的异域 这个很难这样说 什么时候按到这一下呢,这个就真的没有要继续等够看 但是非常同意,其实从方向上说 内地不是没有那个憧憬的 就是毕竟大家都预计了 其实过来这么多年也是的 经济不够,或者不是那么好 那就出招了 至少内地是有这个空间 弹性或者这个方向会做 所以你说看这个方向呢 其实是可以说是易看的 就是预计会出的 但是有没有效果 或者是特别在投影一个股市里面有没有刺激呢 这个就很难猜 这个就真的要不断看的 所以如果你说刚才说一些 可能政策憧憬啊 各样东西救市啊 那这些我觉得一定有 因为毕竟你看到 其实内地的经济面方面来计 由第二季开始回来 下行去到出了些招 第三季好一点之后 其实第四季又再转叉 所以其实你从这个角度来说 如果真的要保持到下年 不要说是否要一个很高的GDP增长 可能维持5%左右 或者4.5%也好 其实相对一些的 稳或者是一些刺激作用 一定要有的